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有些人说领先指标的感觉好像有点见顶 另外其实也直接连续到央行收水和放水的政策会不会有点不同 其实中观环球以至是细分不同的地区 未来市场展望的主题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好像听你这么说 刚才说见顶我们觉得有点言之常早 但如果我们看回一个宏观的经济 的确我们看到市场展望有一些利好因素 例如我们看环球 经济增长仍然持续下来 尤其是在第三季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盈利 其实都是持续向上调的 而过去虽然说央行有机会收水 但的确我们看到无论在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 其实都是前所未见那么大规模 所以这些我们觉得不会是这么短时间里面已经见了顶 如果我们再细分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面 例如美国我们看到之前的基建开支的议案通过了 这个也是在市场里面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 美国似乎变种病毒的确散似乎就见了顶 希望这个也是为美国带来一些支持 另外因为这个企业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预期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地方 至于比如欧元区 欧元区我们也相信货币政策暂时都是维持不变的 另外估值似乎比美国也比较吸引一些 中国过去也有一些不同的监管措施出台 我们相信现阶段市场开始慢慢消化了 所以反而现在大家就会回归估值情况 如果看估值的话 我们看到比起美国也比较吸引 是的 不过估值平均的时候 大家都会立即直入 因为有相对的风险在这里 我们稍后可以慢慢谈 但是如果以这些主要地区来说 Presidenta 成熟市场今年来整体表现 就是跑赢了一些新兴游子区内的市场 美国为首几大指数超过一成升幅 譬如欧洲地区 法国其实指数还跑赢了 就是标普500指数 如果以这样去看这些因素 你觉得 未来买股票市场按地区分 譬如1、2、3的话 你会不会有个建议应该如何排行呢 我们就觉得未必会 就是1、2、3这么简单去看 因为刚才说 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利好因素 其实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如果譬如说 投资者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用一个环球的投资 里面就会有主要的成熟市场在里面 也都会包了部分的一些新兴市场 而是我们觉得有一些投资潜力的 这个可能会比较是一个好的组合 未必是自己去做一个这么集中的 1、2、3的一个组合 不明白 1、2、3的一个组合 2、3的一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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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的一个组合